歡迎大家收看現在李永華 在我身邊的那個動物蜘蛛俠來的 我就是蜘蛛俠五仔 今天呢 你好 大家好 其實在我的台上已經做了一次李小姐訪問我 這次我訪問李小姐 因為我知道你的台上很多人很想知道你的東西 有些東西你自己就未必那麼方便自己講 我想說我們香港很喜歡看你 我們現在就算在Facebook裡有些照片說女神 九十年代女神有哪幾個 一說到你 那些兒子就瘋了 真是不可能 我不相信 說真的 為什麼 很簡單一件事 跟大家分析 你們聽眾聽著 現在的女孩子又美肌又美顏 李永華當年出來哪有這些東西 你是真美女來的 是不是 那時候真的沒有的 你沒有這些東西 是的 所以就是 還有有人爆料說 李永華小姐你在學校的時候已經是校花來的 是嗎 這個真的不可能 不是 他說我讀你以前的中學 你以前是校花來的 這樣說 是嗎 那就真的過獎了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嗎 可能很多男生暗戀你 一定有的 其實你是這樣的樣子 不是 我年輕的時候 我戴著眼鏡很厚的 沒理由的 而且我是中學的 這個真的要慢慢跟大家聊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了我們的頻道 給個like先 這麼特別的節目 是不是 謝謝各位觀眾 還有五仔餐廳呢 就是零食開心 謝謝你 五仔 我經常聽你的 我現在做了你的Fans 我都經常看你的 我自己受寵若驚的 因為你就說我沒有看過你的節目 但是我經常都追卡拉在家裡的 你是表妹嘛 是不是 我是表妹 是 你是男人婆嘛 別人說你 很多事情都想問 差婆 死差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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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覺得你很漂亮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你好像 看反轉老朋友的那個阿露 爆炸的 經常都很生氣的 你的角色是這樣的 戲是想你這樣做 我不知道啊 但是當時就是說一個 差婆 好像有一個美女去做一個很粗魯的差婆 是的 是的 有一些效果這樣 那個不是真的 你來的 我沒有這麼誇張 我看你經常都好像爆炸一樣 我沒有誇張 沒有這麼誇張 那個真的故意這麼誇張的 要有效果 因為我要這麼惡 才是阿泰神 才會給我純服的 是的 都維持得好 你看他多不羞啊 在戲裡面 披頭散髮的一天到黑 我不是要學著他 他才會聽的 嗯 好 今天我訪問你 就看看你有什麼資料爆出來 我相信就相當juicy的 我想先問你 不知道有些你講不講就行了 其實我也聽了你很多東西 譬如我知道你好像有三個小朋友 是啊 小來 生對孖仔 是啊 真的有做功課 是啊 起底 當然要起底 由你入行開始問問到你 生小朋友怎麼保持到 三個都還是這麼漂亮 這個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 我現在想先問你 究竟你怎麼入行的呢 其實入行呢 其實是這樣的 我就讀演藥學院 讀了第一年的時候 是的 我就是 之前演藥學院 我就是一個交換生 來的 我在加拿大讀書的 加換生不是說給錢讀那些的 我是不用錢去讀的 讀了一年 在別人家裡住 就是那些外國人 真的不是寄養家庭 我是真的去文化交流那一種交換生 是的 我住了一年之後 我就在加拿大申請 回來讀演藥學院 然後入了之後 因為那時候TVB 有一個叫做實況劇 就是想找女主角 剛好她找個角色 就跟我的現實生活是一樣的 就是想找一個在外國讀過書的人 回到香港 而面對那種的變化 就是感情啊 就是工作啊 環境啊 那個變化 剛好我 她interview的時候 我就是剛剛回來 有這個經驗 所以她就找了我做這個 叫做香港的月亮 這個實況劇的女主角 就先進TVB 就是TVB的節目來的 是半個小時而已 就是女主角的 其實是那個實況劇的女主角 她想找一些沒有 就是不是TVB的藝人去做的 想找一些生意 就是要實況 她就找Cast了我的 就是當時也有兩個的 就是一個叫傳真機 監製叫潘家德 她就想問我有個戲 有沒有興趣 有個角色 她就希望我做那個女主角 那個戲就是鄧穗文和趙美琦 還有陳廷威 那個戲就叫做《旅日背後》 潘家德就監製這樣 她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而是這樣去入行的 所以你說我們的出身有多不同 我就在那裡來的 你一出來就做女主角 你現在還說喜歡聽我 為什麼在那裡來 去哪裡 我以前就做那些特藥演員 龍虎舞師 謝哥那哥 你是女主角出身 你想想 你現在說聽我 我是不是受寵若驚的 但是在我世界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個工作崗位 我真的沒有分你是男主角 我是女主角 沒有的 真的是大家都是團隊 我知道 還有你是女神 九十年代 阿Monna 記不記得 你這個角色 哇 又做功課了 我真的喜歡看那套戲 好笑的 梁家斐 那套戲 你是很漂亮的 是的 那個歌是當時劉偉強做攝影的 我記得 他拍得很漂亮 慢慢從頭又問過 你其實是不是有Max的 為什麼你這麼像鬼妹的樣子 在這件事 就很小的時候已經被人這樣問的 頭髮又不是很黑 眼睛又不是很黑 鼻子又高 其實我是一種龍的傳人來的 是嗎 你的胸口也是白的 其實我這個鏡頭有一點點 是嗎 這個不是那些什麼瘦瘦的 是鏡頭本身有一點點白白的 哦 是啊 你是像而已 但是你不是mix的 我不是mix 應該不是 因為我爸爸的樣子很像的 但是我爸爸不是mix的 但是他都是眼睛 就是我爸爸那邊的家族 那些樣子都是這樣的 是歐鼻 鼻高 眼睛大那些樣子的 漂亮 就是漂亮 一句說了 其實 漂亮到我們那些男生 我經常在那裡炫耀 哇 李遠華說要聽我 李遠華說想訪問我 當然要曬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Facebook有很多like的 真的 我想問一下 有些女人經常說 生了BB就走樣了 但是你生三個 一來還要孫胎之後 有一對孫兒子 為什麼還可以保持這麼漂亮呢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 唐媽仔我試過差不多一百九十多磅 不是開玩笑 是不是 是啊 是的 一百九十多磅 有沒有那些照片 有沒有鋪過 不敢鋪過 沒有鋪過 我不知道在那裡 在我另一個電腦那裡 那些照片很多人害怕的 但是這些照片拿出來 我告訴你是你的生蕉牌來的 是嗎? 當然是啦 你曾經是那個一百九十多磅 我聽都沒有聽過 不過可能你有女神包袱 會不會呢? 所以不敢好著名 不是 是我的人比較懶 那些照片在另一個電腦那裡 我又沒有拿出來 我又沒有特別去 我又沒有覺得特別 自己的身材有什麼特別 多謝你們過獎 其實我就不覺得自己很特別的 還有你一百九十多磅 因為有人這樣說 生了嬰兒的骨膠原會流失的 但是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開電視訪問你 上年那個 看到那些燈光打你的樣子 哇 我覺得你跟年輕人的時候 是差不多的 我都覺得我是比較 不是 其實都是 年紀當然是大 當然是巢皮 但是比較是沒有那麼吵的 我覺得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有什麼習慣? 我也是做運動的 那你做什麼運動呢? 其實我是這樣的 我做運動不是因為要靈 其實我是因為 我生完小朋友之後 我真的覺得身體很差 例如我是 每一年差不多都會經歷一次大的病 譬如好像咳嗽 感冒那些 譬如感冒三四個月都不清的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這樣的病 我是每一年都有一次的 那我就覺得 哇 我這樣生完小朋友 我又沒有理我自己 因為把精神去到小朋友那裡 是不是? 要他們吃得飽 我才吃的 我自己是擺到最後那個 整家人我是最後那個 那我就變得不行 我身體很差 開始沒有力 開始肌肉流失 而且開始病 吸 整天好像走路就沒有氣 肺子好像很喘氣 那我就開始做運動 做什麼運動? 跑步而已 就這樣跑 跑多久? 跑多久? 我最少跑一個小時 哇 最少一個小時? 是啊 厲害 你有恆心 這個是鍛鍊毅力的 其實是鍛鍊恆心的 當然我比較 比如我看著 比如柳俊剛啊 或者是 跑音那些 哇 我真的看著他們 從開始一直跑跑跑 我就沒有他們那麼有恆心 他們真的跑到專業的 變了 明白的 嗯 因為我太多其他事情做了 我不可以這麼多時間去跑步 只是 但是你這些叫做剛剛好 因為跑馬拉松那些 它流失反而 還有曬啊或者什麼 它更加 比如骨質啊 各樣 反而你這隻是最健康的 就是大量運動就不要多過90分鐘 嗯 你知道的吧 你應該明白吧 我只知道不可以少過30分鐘 是的 一個言之嘛 多過90分鐘是會燒掉你的肌肉 其實我本身也是健身教練 是啊 就是你很厲害 你的背景 什麼都做過 所以我覺得你人生經驗很豐富 所以你為什麼做節目好聽呢 就是 你會有很多東西支持到你說的觀點 還有你的經驗 所以不簡單的 你說話聰明的人不是說 嘿 只有一個口 錯 那些人不是只有一個口 絕對是因為它有很多的思想 過長 或者它們有很多的知識 還有它們有很多的經歷 是 喂 那麼一個星期跑多少次 真的想跟你偷一試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多的 我就是在全盛時期 就起碼都四次了 是 全盛 如果全盛時期真的 真的要去夏威夷了 或者要去那些 這樣的 那就跑多一點 就是 不失禮也可以 要穿泳衣 譬如平時就保健 可能一星期一兩次都要 一定要的 喂 只是跑步嗎 但是我看你很肯定 都沒有什麼走樣子 那看你說哪個部位 那不是香港的網友 就只是說某些部位 有沒有做push up那些的 沒有 沒有啊 那些真的沒有 很老實說 我不需要的 天生 厲害 就是拉一下橡筋做瑜伽都沒有的 那些沒有 但是我會 比如跑步前後我會做stretching 就是會拉一下筋這樣 就是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拉筋其實是保護你自己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 其實 是的 所以我會做一下拉筋 然後我就去跑步這樣 還有我平時都喜歡走的 就是我是一個過度活躍的 就是我喜歡到處走走 就是我個人都不屬於懶的 就是我都不可以死錯在一個地方 除了我要做電腦的東西之外 要不然我都喜歡去行動的人來的 嗯 只是問你這些都要有時間去問 飲食方面有沒有特意怎樣去搞到 男生 我飲食方面真是不乖的 不乖的 你看我就 好像以為我很懂得吃東西 但是這樣 我可以說就是一樣東西 我是真的不喝汽水 不喝波巴奶茶 總之甜的東西 Juice 我什麼都不喝的 不過我喝咖啡 OK 我喝咖啡的 有沒有喝紅酒 我喝咖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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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會這樣保健一下 我就沒有的 就不吃糖就對了 我喝咖啡的 其實酒也是有抗氧化 紅酒那些 都不是好的 多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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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那這些呢 喝水的 喝水多 暖水啊凍水啊 有沒有分的 暖水 暖水啊 懂東西啊 對的 我不喝咖啡的 很少的 極少的 我也是這樣說 我也是這樣說 那其實呢 就問你入行那些東西了 我現在套到你 大概知道你怎麼運動呢 因為很多人想知道 保持得這麼漂亮 你可不可以和我 分析我 在什麼營人界呢 那個要做很多測驗 其實在網上 我自己覺得 我經常 我只是靠你的形象去認識你 我以為你是7號人 因為是很開心的 那個人 但是 你要慢慢去瞭解那個人 嗯 那也是 那你下次 你下次做一下 有些問卷 填了之後呢 你就知道的了 哦 好啊 好啊 試一下 那我想問一下其他 畢竟大家都做那一行 當然啦 那你入行 你之前和我說 你說你是 什麼都做過 又做過歌手 是不是 是啊 那你那時候 有沒有期望自己 去到什麼位置呢 我想 你混在那時候 最紅的應該是周慧敏呢 那時候 你和周慧敏的樣子 我覺得你比他漂亮 嘩 你這樣說 我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 怎麼會啊 周慧敏很漂亮啊 他真是女神啊 周慧敏是純一點的 你的輪廓就 出一些 還有你的女人味 是重一些 你性感一些的 你那種感覺 是不是 其實我們 我和周慧敏 都覺得自己 我們互相都覺得自己 像的 像對方 你和他 那個面型是不是 是啊 那個感覺是像的 因為 你認識他的 當然認識 我們其實 他認識與美時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在港台做DJ的 哦 是啊 當然我們不是說很熟 但是說了很久 其實我也試過 因為他跟著很紅 我試過在台灣 在香港 都有人叫錯了我 在周慧敏的 是啊 這麼厲害 我記得有一次 在台灣的機場 下飛機 突然間有一幫學生 在台灣 衝過來我那裡 一衝過來很多個人 我想有十幾個女生 一衝過來 一衝過來 周慧敏 你好漂亮啊 有簽名 我有簽名 這樣 這樣就很尷尬 你又不是 但是你是美女 我不是周慧敏 我叫李嘉欣啊 哈哈 很尷尬啊 這陣子 有很多的 我試過有人衝過來 藍杰英 藍杰英 很漂亮啊 藍杰英 這麼不奇怪 我都試過有人 叫我做一些網絡 別的名字 都有了 好笑的 我都說李嘉欣 哦 是這樣的 是嗎?李嘉欣嗎? 你是藍杰英啊 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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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的演藝成就去到哪裏呢 有沒有期望呢 嗯 很多事情都是講運氣的 吳仔 我當時沒有什麼運氣 我覺得就算有實力也好 好笑的 因為我那時候一簽的那家上面公司 它已經立刻倒閉了 這麼大鑊 我不是簽的 怎麼說 我是出碟的時候 哈哈哈哈 我第一隻真是大碟一出 一出去 那它就已經立刻倒閉了 有沒有出到啊 那隻碟 出不了 好像有出到的 你看到有得賣的 但是 其實它已經沒有再推廣了 總之我一出碟 它就倒閉 它有印碟出來的 嗯 然後它就不知道哪些人 takeover了那些right 就繼續會印那些碟出去買 這樣 我想你那時候又沒有什麼很主動去 去爭取那個市場 是不是 如果你很欠的話 我想你會繼續去做 是不是 沒有了 心灰意冷 我那時候的反擊都很大 這麼快 因為不僅沒有了那個機會 還是對方欠我很多錢 哎呀 我這樣子 明白的 追開一條路的了 它一倒閉 它當然什麼錢欠你都不給 你出了很多錢 它又不給你 就是很心灰意冷的了 那時候 那你有沒有去登台唱歌 你都懂得唱歌 有啊 有啊 有的有 我們賺錢的途徑 因為你知道 就算TVB我們那時候做 都不會說賺很多錢 是是是 加上就算我做電視台 其實都 就是後期會好些 但是都是需要這些登台去幫補一下的 明白 是幫補不錯的 明白 那反而我對你的印象 其實就是 除了是警察之外 就是那些電影 我想我沒有看過這些電影 有時候我在YouTube看到 原來你又跟那個人有拍過 你打女兒我也不知道 所以就說 你拍很多電影 是啊 我拍很多電影的 有些比較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回答 問題就是 你那個年代 你有沒有拍過黃禎 有 地下法庭 你拍過黃禎 是啊 那時候已經是後期了 還挺後期的 是啊 差不多2000年的 2000年的 2001年的 你都不知道在哪兒 那時候 2001年 2001年我成人來的 真是開玩笑 當然是 2001年就拍了地下法庭 喂 如果你拍得黃禎 有沒有想過做一個 性感的對演員 你都性感的 那時候 每個人都被迫性感的 沒得不性感 是 但是你那些性感 又不是好像 好像邱淑貞那些性感 他們簡直是 有些是sex scene 那些戲 你是很少的 除了那個 找哪位 那個 無端端被人搞定了 才外 是不是 反而你很少 都算 托賴的導演 對我都叫做 是的 或者是也都不是 著墨寫在我這方面的戲 噢 我接的戲都不是那些 就是很老實 我接的戲呢 多數都是一些 男性主導一些的戲 好像 譬如 華哥 秋生他們拍的戲 當然都是會主導在他們那裡 嗯 如果可能 譬如邱淑貞的戲 我猜可能 因為是她做主導 那你知道 一個女性 吸引觀眾 可能要 表現到她的美態 那就會 多一些 性感的演出 都不出奇 現在問一下你 你會不會 其實 當時 如果人家叫你 一定有叫過你做這些的 有沒有 有 那時候很流行叫人家 脫了 是的 這個應該拒絕 拒絕 不行 不行 性感我還 因為你不肯性感 生存也沒有辦法 因為當時 那年代 是的 你連電影 都是 因為大銀幕 導演市場的關係 跟電視很不同的 電視就真的不需要這些東西了 聽說後期電視都好像有這些東西 不知道 有啊 有啊 沒有啊 但是 我想問一下你 但是就沒有一些 譬如你剛才說的華哥 任達華 他和邱淑貞拍很多激情的戲 你好像沒有 有 很激情的戲 都有的 哪一套 哪一套 我和華哥拍過 都有些的 譬如好像韓匪這樣 韓匪是你的 是的 韓匪我有份的 就是和華哥 是的 很多人 就是和華哥拍過 是 任達華 他是不是很有型的 任達華 他是不是很有型的 很好人的 很好人的 很好人 他本身做戲很專業 是 很照顧所有身邊的人 無論是演員 台前幕後的人 他都是很合作 一個很好的人 私底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我對他很尊重和欣賞 我也是 是很有型的男人 很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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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的 非常好 但是你看到這麼多 這麼好的大明星 又劉德華 又任達華 會不會暗戀一些明星 嘩 當年我拍劉德華也拍過兩個戲 他真的很英俊 是的 那個年代 是的 英俊 我心都很跳動 我還要跟 當年的劉德華 有些親熱戲 嘩 哪一套 很專業的 你也說過 那套二分一次同床 那套二分一次同床 是你 我有份演的 是啊 就是跟劉德華有親熱戲 有的 那時候 是關芝林 劉德華 我 還有 反轉地球 倒轉地球 倒下 這期 他很紅 倒下 是啊 不是 看不完 當年港產片太多了 其實都拍不少的 我當年都真的 講一下講一下有日子 是啊 是啊 但是為什麼 接著會適應的呢 香港是沒有得拍 還是打算自己不做的 嗯 不是 接著就 其實都不知道為什麼 接著就接到一些大陸的電視劇 哦 好 那給的錢也不是很低 就是 國安齊黨也是一個 是的 然後我就慢慢接了一些電視劇 去國內 去拍了 去北京啊 上海啊 這樣 一拍就可能去半年了 因為一個劇集呢 在說可能四十集 六十集 這樣 一去就去半年了 去完 可能再接第二個 然後再接下去 接下去 就是在中國大陸 這樣到處去 哦 然後就 離開了這個 是的 離開了那個市場 慢慢就 哦 嗯 你接開就是這樣的 就是你接開一個 第二個就會找你 哦 宇馬 是的 他已經看到你了 下個戲我們在上海拍 明白的 再下個戲我們在浙江 或者在天津 或者是我們去新疆拍 那你 接著為什麼拍一拍下 現在就走了去這裡拍YouTube 哈哈 是這樣的 不用 就是我 我就結婚了 我就過了溫哥華 我一直以為可以不用做的 就是覺得 出嫁重複了 是的 其實大家 當時的我 對於結婚 生孩子是很陌生的 我不認識的 是的 是不是 自己沒有試過的 那我就想著 我看到別人做媽媽 就是這樣 就不做事了 或者是 我都要去溫哥華生活了 溫哥華哪有娛樂圈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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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YouTube 那時候 又沒有YouTube 那我 就這樣 其實都是薄一薄的 人生裏面 其實我都很辛苦 做得 就是在我的前半生 就是做 這個行 其實你都知道 其實很辛苦的 當然明白了 大間底夜 還有作為一個女性 我始終都覺得 不是這麼開心的做得 作為女性 那就要爆發 就是看看有沒有爆發 有沒有被人潛規矩 那些什麼 潛規矩 都有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你始終我覺得 香港那個市場 對於女性 始終都是一個花瓶 是 是 我想你明白我說 就是 我知道 放你來露一下東西 那樣的意思 是啊 一定是那幾個的了 漂亮的 公認美女 永遠都是在男主角旁邊 做戲 是啊 嗯 就是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這些 所以女性 就算我多少戲拍都好 我發現那些戲 都還是 不是說這麼多發揮 都還是男性主導 都是一個花瓶 你反而練習演技 就真的在電視台 就真的可以發揮了 或者你在舞台上面 就是舞台上面 真的是你揮灑治癒的地方 但是你說 哇電影始終都是 當然電影我是覺得 就是 不容易的 因為那個鏡頭太大 在戲院那裡 所以你每一個眼神 每一個的動作 你都是要很小心去演的 不是說你平時在舞台上 是兩件事來的 所以 嗯 很難做的 你電視高清電視 現在那些人 瑕疵 以前就沒有什麼所謂 化一些厚一點的妝 所以說保持到你這樣 是很難的 我那個時候看開電視 是去年那條片 我看到好像 你好像沒有長大過這樣 我看到你 不是吧 所以不斷問你 保養保養那些 我待會去跑步了 是啊 哈哈哈哈 你很厲害 你很夠氣 我真的覺得你很厲害 很夠氣 是啊 你說話不簡單 你都一天八條片 哇 你有沒有休息的 真的說真的 有沒有休息的 問你少少 放假就沒有的 放假就沒有的 做出生日 一個一至七是不是 三百六十五天 一至七 我的天啊 從我開始說話到現在 我都沒有放假 但是我覺得 我的放假就是 現在在做事 轉過頭 收了麥克風就放假 OK 是 還有我們在演藝圈 那個紅星都要這樣的 不斷做不斷做 其實是自己製造一個空間 讓自己紅 以前我們沒有製造的 以前沒有的 以前沒有的 沒有被動的 你也知道 是啊 要讓別人來找 所以我就是不喜歡 這行就是這樣 這行就是 我覺得我是充滿演藝細胞 唯一一件事就是 你為什麼要找我拍攝 等的 是要等 這件事我就是覺得 很莫名其妙的事 我就是要等了 我要討好一些人去 去注意自己 對 對 有時候你很勤力都沒有用的 你牛嗎 勤力當然是必然要的 但是為什麼還是 勤力也不等於 別人會找你做的 就是有很多原因 對 所以我就覺得我太被動 我不喜歡 我想我和你的性格都相似 就是不喜歡太過被動 在等你 會會會 辛苦的 很辛苦的 這個當然 是做得這行都知道 講得出來的 我知道你那邊是凌晨來的 那不妨礙你這麼多睡覺時間 問多你一個問題 我們就 今天 我們下次再談 問多你一個問題 如果講到這麼不開心 做這行 有很多被動的 如果子女想入娛樂圈 你 行不行 我就不太贊成了 做一份工作 自己要做主導的 不要等別人等運動 接著要做一些 不是你性格要做的事情 去令到別人喜歡你 我覺得這個不對的 是的 很多做過的那些 我都會 如果我有子女 我都不想她入這個課 除非她真的很有才能 她的才能 她的聲音真的漂亮得一出聲 一唱歌 哇 鳥仔都掉下來 這樣 是的 那要栽培她 栽培她 對 或者她真的漂亮得 嘩 直接一站出來 嘩 你明白嗎 好像你那樣 那一家也是 有很多女生真的很漂亮 漂亮得你是沒有人發擋的 嗯 那這些就沒得說了 天生的 好啊 明白了 我今天都知道了你很多事情 今天 我們幾個型人格 這樣 其實我 哈哈 沒有看到的 真的沒有看到 要你自己在網上做測試 我剛才問一問 我以為你有這些這樣的 測過 其實我們做這行 看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你剛才 我剛才和你講的那些九型人格 如果你知道怎樣玩 你知道這個世界為什麼有些人 那個性格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看九型人格 他們有個內心的需要 是啊 他本身生命 那個終點 他想做什麼 你找到自己 就了解到自己 那你有空去檢查一下 是啊 我們可以再談 因為時間也有那麼多 好啊 其實只是講養生 都要很久講了 是嗎 好啊 你有空去找我來聊聊天 是不是啊 先答應先 可以 玩一下 有空 聊聊天好啊 你很感謝你 這次肯露面 為了 純粹是為了你的 否則都不出鏡了 是啊 你的樣子挺好啊 為什麼這麼浪費呢 不出鏡 不行啊 累啊 嗯 那也是 是不是呢 你轉個頭 你轉個頭都落妝洗澡 洗頭 我都要剃鬚各樣 哈哈哈哈 都一樣啊 是啊 你要剃鬚啊 真的 當然啦 不剃都可以 就變成好像中東人那樣 你就 是啊 觀眾又會叫我剃鬚 所以 做幕前是不簡單的 那就多謝 就訪問到這位 叫做90年代女神 到現在都是這麼漂亮 那我們下次再跟觀眾見面 多謝你啊 我們下次再跟觀眾見面 好啊好啊 那我真是多謝五仔 很開心的 我們今天在網上 真的很開心的 就是互聯網很神奇的 是啊 認識個朋友 是啊 都可以跟你聊天 我都很特別的感覺 好啊 多謝五仔 好啊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 現在留言 給大家留言 和分享 好啦 下次見 繼續支持五仔 很多人支持你了 多謝多謝 好 我們下次再玩過 下次見 OK 拜拜 我們下次再玩 好 我們下次見